9月3日是抗戰勝利75週年紀念日 位於湖南紫江的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受降紀念館 首次展出多年來蒐集整理的1945年8月 世界各國媒體對紫江受降的報導集 在線紫江受降的歷史盛況和社會反響 以此高位抗戰犧牲的先烈 1945年8月21日 一架日軍飛機在中美空軍混合編隊6架戰機的押送下 在這清華日軍代表金錦武夫一行 飛抵湖南紫江 中國再次以戰勝國姿態接受戰敗國日本投降 其後清華日軍分16個降區101處開始繳械投降 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說 那一天紫江大街小巷滿是慶祝的人群 大家歡呼擁抱 也吸引了各國媒體來到紫江 爭相報導這一歷史性時刻 我們今天舉行這個紀念活動 特別是有一些比較大的亮點 一個就是我們把最新首次增集到的 找尋到的 挖掘到的 有關紫江受降的國內外的主流的報刊 報到紫江受降的一些原始的報刊 通過展出 在這種特定的紀念日來展出 更有它的歷史意義 也更有它的現實意 記者在現場看到 展出的上百份報刊報導 以及清華日軍投降樹立圖 真實還原了1945年8月至9月 清華日軍投降的全過程 在20多天時間裡 設立在紫江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 辦理了除降書簽字外的全部受降事宜 當天 五位九勳高齡的抗戰老兵 也親自來到受降紀念館 緬懷抗戰中犧牲的戰友 紀念館特意留下了他們的守摩 並收錄他們的英雄故事 老兵的守摩通過這些年的收藏 我們已經有收藏了一千二百零九份 我們更多地把老兵的守摩 把它們精神傳承下來 拖延下來 把這些老兵的英雄的事蹟 更多地展現出來 我們要做一個以後的老兵抗戰 老兵的守摩廣場 這樣的話更多地來按我們的後輩 按我們的年輕人了解我們的先輩 為了民族的解放 為了祖國的安全 他們是怎麼撲燙導火 前赴後繼的 我們可以接觸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